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市场最关注的消息 今天美国劳工部如期发布了10月份的非农数据 那么这是一个有关美国就业状况的一个最权威的宏观数据 那么根据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10月份非农就业人口新增加了26万1000人 这大大超出了此前经济学家们的预期 经济学家们预期是20万5000个岗位 那么这种大超预期接近6万人 所以这个非农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从3.5%上升到3.7% 那么这个数据就不是那么的好 但总体来讲市场对今天这个非农数据的评价是 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 那么市场对这一次的非农数据的反应 与周三美联储宣布加息的反应 几乎是一样的轨迹 那么市场第一反应呢 这是个好数据 大涨三大股指都实现了跳涨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消化以后呢 感觉这么好的就业情况 那美联储听着就不高兴了 因为你这个经济过热 美联储打通胀的目的还没有实现 那么下个月加息会加多少点呢 会不会像之前乐观的估计只加50个基点呢 那么今天这个非农数据就让很多人担忧 美联储下个月仍然是75个基点的加息 特别是鲍威尔也做了这样一种威胁 所以这个数据呢 让兴奋了一段时间的市场投资者呢 马上又冷静下来 要如何应对美联储继续高强度的加息 LT可以给网友们推荐两个权威机构的一些看法 首先第一呢 这些野村证卷美国分析师罗伯特 他的这个说法呢 很形象很直观 有助于我们理解非农数据与美联储未来行动的方向 他说就业市场的速度正在从每小时100英里降至85英里 但是美联储希望呢要降到40英里 但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你看他这个形象的比喻就能够让我们理解 美联储会怎么看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农数据 就是显然就业市场还需要降温 那么另外一位PNC的首席经济学家福测 他的观点也很有意思 他说问题是我们会看到他继续过热 还是会看到更快的放缓到可持续的速度呢 就他就提出来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你不要看这个10月份的非农数据这么好 那么随着美联储已经累计的加息效应 他也有可能在下个月就能够看到这种就业的迅速降温 所以他提示人们的就是也不要对目前美国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火爆过于乐观 你包括我们每天在新闻上看到的都是大公司裁员 大公司停止招聘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消息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也许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比我们想象的下降的速度还会快 所以福测的这个观点呢 他也提示市场不要一边倒的相信就业市场过热 那么与此相关 我们今天上午呢也听到了权威人士的 所谓权威人士就来自美联储的权威观点 今天波士顿的联储主席 他谈了下一段的这个紧说 他谈到对美联储未来政策走势的看法 波士顿美联储总裁苏珊·克林斯 今天上午呢他表示 在控制数十年的高通胀方面 美联储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并且详细说明了随着利率的进一步上升 随后将利率维持在足够限制性水平的一段时间 美联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进而解释到 在确定适当的政策时 我将评估金融状况收紧情况 并寻找证据 证明我们累积的政策 正在减缓需求 冷却劳动力市场 并对工资和价格产生预期影响 那么根据苏珊·克林斯的这番讲话 今天很多美国的财经媒体把标题直接定位 说波士顿美联储主席认为要保持75个基点 加息不变 就是他并没有直接说下个月要加息多少 但是媒体都从他讲话 往往绕绕来绕去这个讲 透露出来 就下个月12月份加息强度还不能减 那么结合今天比较强劲的非农数据 又结合了波士顿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方观点 这个让市场更多的人相信 美联储的确会像鲍威尔威胁的那样 会继续高强度的加息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各方面消化10月份的非农数据之后 对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走向 大家在逐步逐步形成一种共识 那么这种共识呢 它就是给投资者带来一种谨慎的情绪 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了 马斯克抱怨推特的这个现状 今天早上马斯克呢在推特中说 由于广告商暂停了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推特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他说我们的运营根本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安抚这些广告商 但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我认为这坦率的说是对第一修正案的攻击 马斯克他抱怨的若有所指是指什么呢 自从他接管这个推特以后通用汽车公司就立即暂停了在推特投放广告 奥迪也宣布停止在推特发布广告 那么美国的广告巨头IPG也建议他们的客户暂停在推特上发布广告 那么面对广告客户的这个流失 马斯克他并没有去检讨他自己 他认为是这些广告商 你看对第一修正案的攻击 就好像是我马斯克是来搞言论自由的 你们这个不高兴想走 那就说明你们讨厌这种言论自由 那么马斯克讲这种话 他很可能适得其反 他甚至会促使更多的广告商离开这个推特 那么自从马斯克接管这个推特这一周以来 LT感觉马斯克对推特并没有带来一些积极的作用 他首先是解雇人 然后把他从特斯拉带了一批软件工程师来掌控推特 他这个隔行如隔山 尽管都是写代码 尽管都是一些软件处理 但是社交平台 他还是有社交平台的规律的 那么从这个新闻 LT感觉马斯克他现在还处在一种焦虑当中 他这种焦虑 他更多的认为是外界不理解他 或者是外界误解了他 或者是与他价值观不同的一些人是错误的 他从来发表一系列这样一些观点 而且他在与广告商发生矛盾的时候 又与这些认证的一些知名人士又发生口角 在这个推特上他开始没有经过思考 他就宣布要每一个认证账户每个月收20美元 那么当有人提出意见之后呢 他又在推特上宣布说 那好了你们说20块钱贵了 我就收8美元 每个账户收认证的 你只要打难勾的收8美元 就这个还是很草率 你看像推特也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 做这样一种营销策略政策的调整 他应该是经过了周密的市场调查 而不应该像特斯拉这样调侃式的 在推特上进行一些招力吸改的这样一些政策调整 至少是从目前感觉来看 马斯克他并没有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来改造这个推特 那么至于下一步 马斯克他会不会真正的沉下心来 按照社交平台的规律来循序渐进的对推特实施改造 这个我们还是值得观察的 但是买了大量特斯拉股票 也这一次买了大量推特股票的这个木头节 昨天发生力挺马斯克 而且认为马斯克改造推特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 那么这个各方面都还是保持一种观望观察 因为推特这个平台确实是目前不可或缺的一个平台 第三条与网友们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德国舒尔茨访问了北京 那么今天也成为全球主流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今天舒尔茨他一天的这样一种访问 行程也安排比较紧 上午习近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这样一种会谈 会谈完之后中午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这一种宴会 下午呢 舒尔茨又见了李克强 与李克强进行交谈 那么从中方媒体的报道 与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 这次访问还算是比较成功 没有一些节外生枝的事发生 那么LTA呢对孝尔茨到北京的这次访问 想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是二十大刚刚结束 孝尔茨作为机器首脑之一 立即访问北京 那么这一次外交活动 LTA认为习近平是最大的赢家 你不管这次访问有没有具体的成果 从这次访问发生 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习近平面对中国的国内的压力 有一种压力是他弄砸了与西方的关系 而孝尔茨在二十大一结束 跑到北京来见习近平 那么这个本身来讲 是缓解了习近平在国内的压力 同时他也对西方 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强烈的批评 他也造成了一种缓解缓冲的舆论印象 所以说LTA认为 孝尔茨急急忙忙到北京 是习近平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 第二个评论是 孝尔茨到北京 他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去之前国际舆论分析也好 德国舆论分析也好 大家都看得比较透 他还是不舍中国市场 尽管德国人在反思 从与俄罗斯的关系反思 不能够过度依赖中国的市场 但是现有的这样一种交易的规模 让德国人无法脱离 或者是无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昨天LTA与大家分享 这个金融时报的分析 非常客观 你不管德国政治家 怎么在警次 怎么在呼吁对中共保持警惕 但是德国的企业界目前 对在中国的投资 他就是处在一种 撸起袖子加油干 而且加倍的在中国投资 就这点来讲 就去年 LTA与网友们分享 这个现象的时候 很多网友 包括生活在中国的网友 不相信 怎么可能呢 大家都要脱钩了 都要走了 你这个可是低估了 这个德国人的贪婪 那么这一次 肖尔茨到北京 他仍然向习近平做了承诺 肖尔茨承诺要进一步加强 德国与中国的贸易 第二 反对去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舆论 要坚持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 这个都是中方希望肖尔茨在北京做的表态 做的宣示 那么肖尔茨呢 这次拿到两个小的蛋糕 也就习近平打赏 打赏两个什么东西呢 第一说你那个疫苗啊 可以在中国国内使用了 上海的这个复兴 与德国的这个生活科技签订了 这样一种中国市场代理协议 那么这次同意 他部分使用在哪呢 只用在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 可以用那个养疫苗 这算是放了一步了 那么有多少外国人生活在中国呢 大概有八十多万人 可以用这个德国疫苗了 这是习近平的一个打赏 那么肖尔茨呢 也为这么一个小蛋糕呢 他也做了解释 他说这有了第一步 就会有第二步 所以说也不要低估了 这个第一步这个小蛋糕 习近平打赏的第二个小蛋糕呢 就是再加订 一百四十架空客飞机 那么这个呢 也是在之前 已经订了一批空客飞机 基础上呢 再增加一百四十架 这也算是一个小蛋糕 所以德国呢 他离不开中国这个市场 至少目前 他的官方与民间 都有这个共识 无非是有些政治家呢 是希望警惕要逐步减少 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但这个目前呢 经济界是听不进去的 企业界是听不进去的 那么第三个评论是 LT研究了双方领导人呢 对中德关系的一些表达 LT发现呢 就这一次 习近平与肖尔茨的这个会谈呢 双方都不痛不痒的 谈论双边的关系 与之前的调门啊 要下降了 降低了非常多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是习近平 在见肖尔茨之前 习近平见德国领导人 必谈中德投资协议 就炒签已经炒签了 但是要得到省批呢 卡可卡在欧盟 那么之前 习近平每次见默克尔 他都会催促 加快中欧协定的这个省批 但是LT注意到 这一次习近平不再提那个事了 而且习近平他提到要误实 不好够误远 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反映了中共对中欧关系的改善 他们也放弃了之前 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 开始接受一些现实 同时肖尔茨到北京 也不敢提所谓的系统性的对手 或者是竞争关系 所有的一些强硬的一些关系的表达 肖尔茨在北京 一个字不敢提 那么是不是德国对中国的立场 没有发生变化呢 显然不是 德国的政治生态 对中国的关系显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肖尔茨不敢说 所以说从双方的这次会谈来讲 LT研究判断了 他们还是一些不痛不痒的 在维持维护中德现有的关系 所以说对这一次肖尔茨访问北京的成果 也不能够评价过高 第四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中国的疫情开始升温 多地实施 静默管控 那么与之前的疫情的反弹不一样 这一次防疫出现了一些乱象 所谓的乱象是中国的舆论 既有强化管控的舆论 也有放松管控的舆论 就这两种相反的舆论并存 所以导致了目前的中国这一轮的疫情的升温 它在防控方面出现了 坦率来讲出现了一种混乱 从10月24日 单日感染总数突破1000人之后 中国这个疫情就一直在攀升 那么到目前 每天感染病例的突破3000人了 所以这一轮疫情对中国来讲 还是反弹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这一轮疫情当中 与之前的疫情爆发区 就中共在应对疫情的政策上 它出现了一些与之前不一样的状况 你可以用混乱 你也可以用出现了一些互相矛盾的政策 来描述这一轮中共应对疫情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你比如说像南州出现了这个小孩得了疾病 由于这样一种变态的防控管制 耽误了人家的抢救 最后失去了生命 这个体现了中共的一些大部分地区 仍然在贯彻这种非常强硬的绝对性的所谓的清零政策 制造了新的人道灾难 同时也出现了富士康事件 富士康事件它是个很有意思的 就中共在第一次在中国社会上 让所有人看到 富士康它是一个防疫特区 它感染了多少病例 可以不对外公布 员工大逃亡 也不会被防疫机构来追究 甚至到不可收拾地步 官方做出决定是把周边的区域民众静默管理 富士康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生产 就这个在之前是没有过的 也就是说中共官方 它第一次向全社会表达 它是允许这种共存模式的 至少在富士康 它是允许这种共存模式的 所以说国际舆论在关注中共 在应对这一轮疫情的爆发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混乱和犹豫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 第五个方面 我们来一起来分析一下 今天中国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又大涨了 而且这种大涨 它仍然是靠一种谣言或者传言来支撑大涨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中共它对于民间谣言来代表中共 剧透它即将出台的一些政策 或者提前预告 它要做出这些决定 中共一般会把这种传言 第一会认定为谣言 它会辟谣 即便是它过两天 它承认这个谣言是真实的 但是它第一时间 它还是要宣布你是谣言 它甚至还要抓这种制造谣言的人 但是中共二十大以后 中国的股市出现了两次 靠这种谣言 导致了整个市场的大反弹 而且这种谣言并不是来自于民间的谣言 并不是讲述民间的一些举动的变化 而是这种谣言 直接了当地讲 中共内部的一些政策变化 特别是关于中共正在采取 结束清零的防疫模式 而且呢 明年三月份倒计时 结束清零运动 那么这个显然于 之前中共的防疫政策 防疫方针 是相违背相抵处的 但是在严厉管制的中国舆论下 中共放任这两次谣言的传播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这在中国的这个社会舆论当中 是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传播 未经证实的中共的重大决策调整 这个在以往中共是非常忌讳的 但是这一次 中共人家放任这些谣言的传播 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今天市场的传言 就今天中国市场传言呢 在继续重复周二的那样一个传言 就是有关中共要结束清零运动的那样一个传言 但是今天这个传言呢 就更加具体了 周二的传言 核心的是说 王沪宁领导了一个委员会 周日召开了专家会 要研究结束清零的步骤 那么这个导致了周二股市大反弹 包括周三 那么这一轮呢 中共并没有辟谣 包括外交部 他说他不知道 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 他证实了这种谣言的可能性 那么今天这个就更加具体了 就是不再提王沪宁的那个 委员会的领导结束清零的那个步骤了 今天就更具体了 今天是网上广泛流传 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行病专家曾光 他在花旗银行的一次 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 他是非常接近中共防疫决策体系的人 曾光在会上讲 说中国正在执行防疫动态清零政策 将很快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他说中国开放的条件正在积累 他还列举了中国正在新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方面取得了进展 那么这次会议呢 确实是得到了认证 无论是花旗银行还是流露出来的这个会议文件 这个与之前的周二那个传言呢 就更加具体了 周二传言的是一个截屏的图 没头没尾 但市场选择相信 官方也没有辟谣 那么今天这个传言呢 来自于曾光的这一段评论呢 他是得到了确认的 所以说市场更加相信 中共呢 他会采取结束清零的这样一些措施 那么具体如何停止这种清零政策 曾光他也没有做具体的表达 但是呢 市场考虑的曾光这种特殊的职业背景 选择了相信曾光所言 所以这次推动今天中国股市以及香港股市大涨的第一个传言 那么这个可能就不应该叫传言了 它是一个真事 而且曾光是信誓旦旦说 很快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就中国的防疫政策 所以这次迄今为止啊 人们得到的最权威最直观的最可查验的 中共要结束变态清零的权威意见 第二条呢 传言也就很有意思 是从香港方面来的消息 美国ICC派出了审计专家到香港 对中概股进行预审计 也就是模拟审计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这些专家 原定是11月中旬离开香港的 但是今天香港的舆论传出说 美国的审计专家要提前返回美国 最早就这个周末就会离开香港 那么这显示的对中概股的预审计很顺利 那么对中概股的审计很顺利 就意味着中概股撤离美国市场呢 可能就不那么迫切了 就这个警报就解除了 中美之间的脱钩的一个重大的可能性被解除了 所以这个呢 消息传出来之后 不仅是中概股大反弹 所有的香港股市 特别是中国概念的股都反弹 因为人们从这个传言里面 这个消息里面得到的信息是 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定时炸弹被解除了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定时炸弹 但至少中国公司退出美国市场这件事 可能会得到缓和 那么只要是中美关系之间 重大政策的变化 无论是往好了变往坏了变 对中国市场影响都会特别大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 导致了今天中国和香港股市大涨的原因 那么这个传言可不可靠呢 能不能得到验证呢 目前市场似乎不太去追究这个真的是假的 因为更多人相信是个真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传言之后 美国的彭博社 他做了一个正式的报道 就彭博社采访了知情人士 也证实了数十名检查人员 最快这个周末会离开香港 所以这是一条比较稳定的谣言 或者是基本上算是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了 所以这也对市场是个好消息 第三个传言 那么也是在中国的市场投资者当中广泛流传 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媒体的确认 彭博社他在报道当中确认了这个传言 这个传言是什么呢 就是说知情人士称 中国正为结束航班熔断机制做准备 下一步将推动航空业全面恢复 这个也与这个结束清零有关 或者他进一步印证了今天那样一个主要的传言 就曾光讲的那个会很快对防疫政策发生改变 那么这个也得到了证实 就第三个传言 那么中国官方他切断对外的交流 他有一套非常变态的管控机制 所谓的航班熔断机制 那么今天的这个消息呢 就是中国打算取消这个熔断机制 那就是说你国外的飞机 不管你运过来的旅客有多少人感染 我也不会停止你这个航班 那么如果做到这一步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恢复了航运的正常 事实上从10月份开始 中国官方已经通知了各大航空公司 他们可以增加一倍的客运量 那么如果再解除这个对所谓的熔断机制的话 那么就算是彻底放开了这样一种国际航班的交流 所以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印证 中共他确实在逐步在取消清零政策 所以今天中国的几大航空公司 股价又进一步在上涨 那么针对这个今天的股市的上涨 LT想做两个方面评论 首先第一呢是今天三大消息都与结束清零有关 而且这三大消息的来源都得到了部分的确认 与周二的那个传言 没头没尾的那个还不一样 是这个呢是都有依据都能够确认 而且经过了权威媒体的正式报道 所以从这三大新闻来看呢 就中共逐步取消清零政策 这个已经不再是一种传言了 它部分已经兑现了 这是LT做的第一个评论 就第二个评论就是中共 他要真正的宣布取消这种清零政策 LT认为他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种过程呢 LT感觉呢不至于到明年三月份就结束这种清零政策 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为中国呢确实是地域非常广大 而且呢各地方的执政管理水平差异也非常大 中共他善于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政策 善于采取啊 令左无右的这种政策 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的官员各地方的官员 他们习惯于比较左的做法 他们习惯于一刀切的命令 你如果让他灵活的来处理 或者是依据实际情况来逐步调整政策 这个中国官员不会的 他们说不到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中共在调整他的防疫政策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像过去以往重大改革那样 他会在逐步允许所谓的双轨制 然后过渡到混合的这样一种体制 然后再用新的防疫政策来替代这种清零政策 他的轨迹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与疫情无关 这个是中共的管制能力和管制水平决定的 他只能够是采取逐步过渡 那么最后一条呢 也与中国的这个防疫有关的新闻 与网友分享一下 就这两天陆陆续续有一些媒体报道 从11月份起 中国多个地方公开要求核酸检测自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今天LT注意到 人民日报也加入了这种现象的报道 今天人民日报报道称近日四川 甘肃贵州等多地发布通知 11月起核酸检测要恢复收费 那么收费的标准嘛 各地也不一样 人民日报它也列举了四个地方的收费标准 比如四川宜兵 混减 那么大体上呢 可能也就是三块到五块 而且是混减 那么LT呢 对这个新闻呢 想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就11月份开始 中国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多个地方同时宣布 核酸检测恢复自费 这种新闻的出现呢 LT认为呢 它应该是一种啊 北京方面的一种部署 因为在防疫这个问题上 就中共的这些地方啊 他们不敢擅自去做一些新的政策改变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地方 同时宣布核酸自费 一定是北京方面政策的一些调整 你包括中国国家物件委的主任 说要用最小的代价来防疫 所谓最小的代价 就是政府花最少的钱 那政府怎么会花最少钱呢 那就只能说是 让老百姓多掏一点 所以这次第一个评论 就是这个自费啊 恢复自费 这个一定是来自于北京的指令 第二个呢 LT也注意到 目前率先开始自费的呢 都是中国相对经济比较落后 或者叫中国的官话 叫欠发达的地区 它反映个什么样的残酷现实呢 有些地方确实难以为继了 像这样一种啊 变态的清零政策 没完没了的这种核酸检测 中国的一些县市的财政 无力维持 不得不结束这样一种免费的检测 第三个评论呢 是这次免费检测 它并没有影响 中国的一些强制性的检测 就有的网友会问 这个你免费检测是愿检尽检 我不愿意检 能不能不检呢 你以贵州的这个公布的这个文件来看 除了重点区域重点人的检查 是免费的 仍然继续免费 就其他的重点防控区的强制检查 也必须是自费 而且你还必须得检 你不检还不行的 所以说按照贵州的这个文件理解 它并不是它文件前面讲的愿检尽检 因为它一旦认定重点地区必须检的话 那么你也必须强制检查 强制检查也是自费的 但是它只对重点人群 就强制区域的重点人群检测 仍然是免费 所以说你能够从这个 恢复自费检测的这些规定来看 就人们目前还逃离不了这样一种强制检测 因为至少有一条 就昨天网友们也谈论的 中国的网友谈得非常好 他说你看他们取不取要清零 你就看这个健康码 他这个观察是很犀利的 同样你这个核酸检测是真自费假自费 是强制制强制性的检测 还是真的是愿检浸检 你还是看健康码 如果政府一方面说让你自费检测 另外同时的高调 说是愿检浸检 但是他仍然要通过这个红黄码 来限制你的出行的话 你没有检测 他在红黄码数据上 对你做手脚 对你进行限制 那么迫使你 你也得去检 你比如他这个区域里面 他如果是给你划定一种犯 严管区的话 你如果不检测 你这个码就通不过 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 也能够印证 刚才第二条谈的 他就是没有钱了 耍赖皮 名音上说是愿检吃检 最后他还迫使你 不得不掏钱 去参加他那样一种 强制性的检测 所以从上面分析来看 中国有很多地方 开始恢复核酸检测的自费 他既反映了 这种变态清零政策 在财政上难以为继 同时他也反映了中共 他在试探性的 出于一种政策的调整期 目前防疫政策在各地 他出现了一种双轨制 或者多轨制的一种混乱 那么这种混乱 能够持续多久 对中国的疫情的管控 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还需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